DeepSeeker的爆发让我开始重新思考 当AI可以廉价地成为每个人的第二大脑 我们还有必要记笔记吗 现在最好的AI笔记软件是谁 它能给我们的学习与工作带来什么样的变化 在包感研究两个月后 我想与你分享五个Obsidian 接入DeepSeeker后的独家用法 学会任意一个都可能改变你的学习方式 与知识工作流 你不必担心自己没用过Obsidian 下载我为你准备好的胆人包 解压打开就是视频同款笔记库 微信扫码回复关键词012即可获取 也欢迎你订阅我的频道 大家好这里是恶意的笔记 一个帮知识工作者找到AI最佳实践的up主 首先我们要对Obsidian的AI能力建立基本认知 这是一款个人和商用都完全免费的笔记软件 在安装完这些插件后 它就拥有了所有笔记软件中最强大且最自由的AI能力 Smart Connections会把所有笔记都量子速度一变 也就是执行向量嵌入的操作 然后当你打开一篇笔记 它会在侧边栏自动寻找与这篇笔记关联最密切的其他20篇文档 点击可以定位到具体段落 再点击则直接打开文档 Copilot也可以显示关联笔记 并且支持自定义问答模板 然后快速调用 例如总结文章 优化表达 解释概念等等 配置好API后 就可以在右下角的对话框内 向Deepseek或者任意AI自由提问 Smart Composer可以让Obsidian拥有Cursor同款能力 问答过后点击Apply按钮 直接将答案修改在原文位置 Inline AI则更轻量化 选中段落后即可在原文位置 执行问答、优化、续写、翻译等流程 还有这些插件可以让Obsidian拥有RAG的能力 也就是说你可以向整个笔记库提问了 例如所有关于AI的灵感笔记 有没有自相矛盾的思考 剪藏过的100篇文章 哪一段可以成为年终报告的素材 想引用的那个金句原文到底在哪里 你也可以安装Olama 然后部署本地大模型 离线的笔记软件加上离线的AI助手 就可以打造真正私密不联网的本地AI知识库了 配置方法我也放在了懒人安装包里 但可能还是会有人觉得 这些功能用谷歌的Notebook 腾讯的IMA字节的飞书来搭建知识库 好像更简单 所以Obsidian的真正特别之处到底是什么 回答完这个问题 我将向你展示五个更具体的实操案例 我这期视频曾推荐过15款Markdown笔记软件 Obsidian本就已经是其中的极大成者 在AI时代来临后 因为这三个优势 它的地位更加无可撼动 首先Markdown是一种 五分钟就能学会的笔记语法 几个符号就可以对文章进行排版 语法手册我也帮你准备好了 如果是其他格式存储的同一段笔记 它可能是这样冗长嵌套无法阅读的 因此Markdown不仅对人类来说 可读性强 AI也可以更高效地进行文本分析和语意理解 这就是Obsidian在AI时代下的第一个优势 又因为Obsidian的笔记库是本地存储的文件夹 所以你永远不需要为导入或导书功能付费 当你用Cherry Studio打开这个笔记库 你就拥有了一个可以查询和提问的AI知识库 当你用Cursor或者Trade等AI编程工具 打开这个文件夹 你就能调用原生的AI能力 对文档进行编辑优化续写等操作 并且所有修改都可及时同步回到Obsidian中 不会有任何冲突 以上这些都归功于Obsidian FireOver App的产品哲学 即不论用什么工具 人们必须拥有自己的数据主权 如果你希望自己的笔记在50年后依然可读可用 不想每年花钱买会员还得担心它可能随时停服下线 那么采用开放标准格式的Obsidian将能给你这种信心 这就是它的第二个优势 最后Obsidian还有最强的扩展性 插件总数突破2000个 你可以自定义任何形式的工作流 也可以配置任意本地或在线的AI大模型 而其他自带AI的笔记软件通常都不会给你选择用什么模型的权利 这就是Obsidian的第三个优势 当然我也帮你整理好了一份配置免费Deepseek的教程合集 基于这三个核心优势 我整理了五个Obsidian加AI的最佳实践 看到最后你一定会有所收获 第一个用法 用Deepseek查找知识体系的关键缺失 在Copilot插件中 我可以向特定文件夹提问 下一步我该学什么 我的知识体系存在哪些漏洞或盲区 Deepseek读完如何搞钱文件夹内的30篇笔记后 给我提出了这些进修建议 我就可以有针对性的进行知识的补强 避免浪费时间盲目无效的学习 我也可以让它根据文件夹里的笔记 来生成一份MOC内容地图 在一条笔记中将不同知识点串联起来 既可以成为导航目录 也可以帮我梳理逻辑结构 第二个用法 让Deepseek成为私人智囊团 因为AI是通用的智能 所以它的建议往往不够个性化 于是我让逻辑更强的DeepseekR1 阅读我的三篇万字常文 分析我的行动方式与思维习惯 它准确地给出了这些推断 并总结出了个性化的行动建议 具体的Prompt我也会放在懒人包里 接下来当我需要更深度的建议 我都会让AI先参考这份行动指南 符合预期的答案成功率会显著提高 我还可以让AI在总结文章的时候 参考这份档案 就可以获得对我来说更相关 更有启发性 且更有实践价值的精华要点 所以你看记录的意义就在此刻浮现 当你写的东西足够多 不止可以让你更好地认识自己 AI也会更懂你 而且这并不会向任何人出卖你的隐私 因为部署本地离线的AI助手也很简单 这份文档包交包会 如有必要 你还可以再装上Mail Encrypt插件 一键加密文档 谁也别想看 第三个用法 让Dipsick成为PDF阅读与视频笔记助手 在Obsidian中 阅读体验最好的插件是PDF++ 对任意段落画线可实现高量标记 并自动将画线内容保存到笔记页中 点击页码还可以跳转到PDF原模位置 而视频笔记体验最好的插件是Media Extended 可以打开在线或本地视频 支持一键截图并生成时间戳 点击也可跳转到视频对应位置 解决了读和看的问题后 现在你可以自由地记录学习笔记了 遇到问题 再随时打开插件提问 让AI解释名词术语 帮你用飞慢学习法的方式重新演绎 或者让AI用Mermaid语法 生成当前笔记的四维导图 流程图 丙图 或者时序图 用这些视觉化图表 进一步增强你对笔记内容的理解 第四个用法 让Tipsick辅助你使用各类插件 Space Repetition 可以实现类似Anki记忆卡片的效果 但这类工具最麻烦的通常不是背诵 而是制卡 所以行严禁一过 很多人就放弃了 但是我帮你整理的一份语法文档 就可以让Tipsick先学会插进语法 再根据需求将任意笔记 切割制作成记忆卡片 例如这是一篇考研笔记 我在Copilot窗口中输入斜杠 调出预设的制卡命令 然后回车 30秒后卡片就制作好了 接下来点击这里的加号按钮 保存这份问答记录 然后点击侧边栏的背诵按钮 就可以开始愉快的背诵复习了 DataView则是历史下载量第二多的插件 几乎可以实现一切复杂的搜索查询 与文档管理需求 曾经难以实践的插件语法 Tipsick也已经完全掌握 你可以让它直接写出DataView代码 然后整理汇总所有标题包含AI的文章 罗列所有未完成的任务 或者将检藏的文章按照标签进行分组 从此机械繁琐的任务将得到解放 配合Obsidian自带的Canvas 你就可以在白板中用DataView汇总的表格 构建这样一个中枢工作台 所有重要信息一目了然 可以看到随着AI的加入 很多过去难以企及的复杂插件 顷刻间都成了掌中的玩物 以后我们或许不能再说 Obsidian是复杂难上手的工具了 唯一的变数是 你能否直面自己那颗 用折腾来逃避现实的心 最后一个用法 让Deepseek成为自媒体助手 贯穿内容创作全周期 在信息搜集阶段 用官方插件 可以快速将网络文章 检藏到笔记库里 并且你还可以为插件配置Deepseek API 它就会根据预设的提示词 进行AI总结 方便你日后快速回顾文章大意 在内容创作阶段 你可以先用大纲整理思路 再让Deepseek根据大纲的意图 在检藏库内 检索高质量的可供参考的素材 从此写作不再有瓶颈 写完文章后 你可以让Deepseek 帮你提出文章优化建议 或者你也可以打开懒人包中 帮你准备好的10种写作方法论 让它根据这些方法论 来重新组织文章结构 我想一定能给你更多启发 如果需要进一步做内容分发 可以调用预设好的AI命令模板 将文章改写成 适合不同平台的分发体材 然后用这个名为Multiposter的Chrome插件 一键分发内容到全平台 以上所有功能 其实都有不同的工具可以替代 但现在你可以将几乎所有流程 都聚合在一个笔记软件里 实现本地收藏 本地阅读 本地编辑 本地AI优化 并且无需为存储容量和高级用法付费 绝对私密不上云端 我想这就是Obsidian最大的价值 回顾一下今天的这五个用法 哪个最能戳中你的痛点 欢迎弹幕投出你的一票 回到视频开篇的问题 AI时代 我们还有记笔记的必要吗 我的答案是 不仅仍有必要 甚至变得更加重要了 因为AI已经将每个人的认知 拉到了同一起跑线 事实性的信息正在迅速贬值 而好问题却将持续升值 因此你的笔记库 不能只是已知信息的重复记录 还应该诚实记录下 自己的偏见和无知 记录你费心思考 和把手弄脏的实践过程 记录那些无法被大模型 所预测的 独属于你自己的心情与感悟 只有这样你才能知道 什么样的问题 对自己真正重要 这正是AI无法替代的部分 好的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如果你想获得 视频同款的Obsidian笔记库 欢迎关注三连私信获取 这里是二一的笔记 一个帮支持工作者 找到AI最佳实践的UP主 那么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